连爱因斯坦都在地狱 我听到这个光帝的报告 附帝的报告 他说的前世是中国人 附会双修 这些神到国外就投胎了 变成科学家 怎么多地狱呢 发明原子弹 他在地狱受什么罪呢 他那个地狱叫核爆地狱 就是核子弹爆炸 他在那个里头 他那苦不开心 每一个细胞 身上每一个细胞 都受几千度 那个核爆的要跟着靠脚了 地藏菩萨 带他出来 让他传这个信息 希望这个世界 永远不能用核武做武器 用核武做武器 发动核武战争 将来国爆就跟他现在一样 通通在无间地狱 核爆 这个地狱里面就受罪 非常后悔 这一桩死刑 这一桩死刑干错了 那所以 他受的是外国教育 如果他要受中国传统教育 他肯定 他知道 肯定不会把这个秘密 说出来 不造主义 中国不是没有科学 有啊 都有伦理道德的概念 都会想到 我制造这个东西 对社会 有利也有弊 如果弊 大过利 决定不高了 那汉朝时候 王满那个时代 就有人坐滑翔飞机 在中国人做的 他做的很成功吧 以后不再发展 把他销毁掉了 诸葛亮 发明的牧牛牛马 机械化的运输 虽然速度不高 一天只走三四十里 那但是 他不要用人力 也不要用动物 他自动会走啊 也了不起 诸葛亮死的时候 全部毁掉 不留给后人 那为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用在一个野心结家的手里头 他来了做武器 那麻烦他了 发明制造的人 要备用过 凡是制造武器 这一类的人 无论是发明设计 或者是制造 全在地 那这个行业不是好行业 军活 造军活上是很赚钱 但是 死了以后 怎么办 这个果报 逃不掉 麻烦靠大了 真的死了就不得了 所以人一生 能够听到中国传统教育 如是道 能够听到佛法 大佛报 你知道 帝神当中 这日子应该怎么过法 真正 短悟修宣 真正极功累得 来世 后世 亦是必须好 最好的 就是做福 到极乐世界 去做福 别有第二个念头 就这一念 该真叫 究竟的佛报 圆满的佛报 我们等于说 到手了 为什么不要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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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